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奉念开经纪 一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行习诸妙法 便此功德皆回向 南无鬼谷先知王臣老祖 南无鬼谷先知王臣老祖 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所望善知事 好 我们今天上课 本来是要在高雄道场 因为我们从10月1日开始到10月15日 在仙佛市总本山维新圣殿 深谈禀报 鬼谷先知五路财神经 那15天由我们幻病法师 每天在维新圣殿公送鬼谷先知五路财神经 这部经有很大的功德力 这部经是我们人生来世间上 自我修行 自我成就的一部经 那么等到我们10月18日到11月17日 阿弥陀佛圣诞圆满之后 在秉真年 我们这一部经 才由各位同修 你们可以自己修行诵经 那么这段时间来 王产老祖开始这一部经 我一定要禀报 十方法界 天人圣神佛菩萨 你们的祖先 大家的守护神 守护灵 好 完全确定之后 这个法就开始谱传 家家户户用得上 人人身上都用得上 所以鬼谷先知五路财神经 与一般我们到家所传的财神经 就有一些不同的方向 修行契入 这个是一体的中心 何心呢 叫做立极 立极 立极我们就出发心 出发心 这是我们修行的立极 你立极在哪一个方向 立极在哪一个原则 观世音菩萨开示 就是求诊不足求疾 求疾不足求疸疾 求疾不足求疸疾 那疾是立极 求诊不足求疾 求疾不足求疾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 这是我们修行 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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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立极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民国七十一年 我病得最严重的时候 拿出笔来 就写了 求疹不足求疾 求疾不足求疾 求疾不足求疾疾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感觉 这是立极的开始 这是我们出发心 那么我们风水学上也有立极 立极呢 风水的立极 立极呢 就是三年九孕 入中宫 所以三年九孕 有一百八十年 你要从立极什么时候开始 他能够兴旺多少年 有如 中国大陆河北 林章 林章 现在有一个当时的 古叶城 当时曹操时候的 古叶城 是曹操在那里建都的 古叶城做 主山武相 主山武相他的立极 当时立极呢 是在哪一个原运 好像我记得是山运 建造 所以我跟他看一看 这个地点呢 这个地点呢 银切楼 古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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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很多的建筑物 很大的 那我一推算 立极就是山入中 山入中就是立极 山运入中 一照玄空哀星 算了结果 只有三百六十年 就要倒闭 就要垮 就要垮台 所以 在七八年前 我去参观 当地的旅游局局长 一直介绍 古叶城的设计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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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照 所建设的是山运 那我就 依照风水学的方法 推了之后 我就只有三百六十年 就要倒闭了 在这里建都 所以那一位局长 政局长 大家就拿起来 赶快算 刚好六十年 倒闭 就是立极啊 所以风水学 悬空哀星 就是立极出发心 所以告诉我们说 天地不是永远不灭的 何况我们的人 决定什么时候 要投胎 转世来到世间 当你出生那一刹那 哇 啊 开始了 你就立极了啦 立下你的太极 立极 就是立太极 东宫 这个太极 叫立极 立极 有原因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运 隋英年的立极 有时候现在 当下 民国九十三年到一百一十二年 立极 就是八运 八运 八运 就是中 少南 入中宫 所以现在 住民国九十三年以后 台湾一大陆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几乎都要变成年轻人 老的 就已经 该退休了啦 这极是立极啊 本节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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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容一切众生的万华 尤其风水学的三元九印 我们的祖师真的非常非常地了不起 以人事来讲 从中国 近代史来看 二运 是老母 一百 一百运 是中南 二黑运 是老母 三碧运 三耳 四孕 四孕 六孕 四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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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孕 五孕 就是全部 就是立即 立即 从六亲 皆有机会 六运 六运 六运是老妇 七运是少女 八运是少男 九运是中女 九运是中女 我们从历史在中国的演化来看 在二运的时候 是慈禧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是属于老母阶级的来主政 然后到了五运 六运 六运 六运是老妇 那时候是蒋介石 蒋介石 五运 六运 金国先生也是老妇 那七运来 就是比较年轻的 七运就出了很多年轻的少女 能力好得很 所以七运之后 我们国会议员 一些事业家 都是少女 不得了 尤其台湾 交通的主干 高铁 高铁的 原来创办的是少女运 七运 少女运 我们今天才有这么好的高铁可以坐 但是当时为了选举 勃起民心 扰乱民心 就说废铁一般 废铁一堆 那就真的没有智慧的说法 到后来还是要坐高铁 所以高铁那时候是少女运 到现在八百运 七运八百运 八运是少男 年轻的都能当总统 所以当时 在二零零年 开始选举 台湾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说年轻的一定上 老的没有机会 果真是年轻的上 在第二任 2004还是年轻的上 2008年开始 也是还是少男运 所以当时的选举 又是年轻的上 这天命 和天意 那么现在呢 还是少男运 你看哪一位 要起来当总统 当领导人 那等到 2016年1月26日 那一天晚上才八点 就寥寥分明了 那你们自己 要用意 你用意 普卦 我要的 头哪一位 才视为台湾 也是中华民族的 领导者 你们要用意 就可以了解了 这个天运 就是利己 天运利己 那九运 少女 中女 第九运的时候 中女的机会是最多 现在要接近九运的 还有八年 还有八年 要接近九运的 中女的机会最多 所以 这个我们 是天运 知天运 我们就 顺天而修 顺天而行 顺天而悟 我们就不会被 天地之间的 万生万物 把我们扰乱了 我们的心 所以 风水学 不是只用在 我们 房子 或者祖魂而已 要在 人世 那真的 很妙不可言 所以我在 书信班第二届 第一届 第一届 第一期的书信班 同学 我有讲过了 开示过了 这一些 三连九运 而且人世的布置 人世的配置 那么在这一运 少兰运 你公司 事业要用的 现在的年轻人 比老头子更聪明 尤其我这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 一辈子的 年轻人 他们在玩什么 我们也搞不清楚 尤其小孩子 一两岁 他的手机会滑 电脑会滑 滑得 让我们的老头子一辈子 一辈子的 不知道怎么讲 所以随运 应运 而生 立即 够有阶段性的立即 立即就是天命 天命 所以老祖书孙 要我们知一切法 修一切法 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所束缚 又有如最近我们的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面谈 和会面的问题 66年 66年 你看 6与64等号 664等号 但是66等号 这是水火寄计嘛 海 这这个 对不起 這是砍為水啦 砍為水 無火和滋水 六六並不代表著 它兩個夾和乙的平等等號 那麼接下來要怎麼來產節呢 我們休息一下再為各位來說清楚講明白 各位微信閒事 各位所謂善知識 立即就在天地之間 時時刻刻就在立即 尤其這一次海峽兩岸最高領導人都會面 表面看起來是六六 砍一砍 水水是平等的 但是砍掛 砍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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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立即 立即 六十六年 兄弟分開又合起來 選在今年 三年開太的今年是立即 但是這樣 這個夾 這邊魚 夾是水 魚是火 也沒有平等 也沒有平等啊 那怎麼辦 天地的立即 就讓我們人自己去悟 很自自然然 天心進入人心 用穿著的方式 行為來表達 而魚就是穿紅的領帶 紅色的領帶 夾是藍色的領帶 就是水 水 水藍 你們有沒有注意 那什麼意思 這邊 這邊 魚 魚為主軸 六搖 它是紅的 火 這邊水色 火水未激 這火水未激 人心五 有味之 火 火 這兩個就平衡了 用人 就術 天術天手 人為 人文 這個就是 火水未激 那麼放過來 一夾 下 在上 水 火 在下 冒天海 心順住 水水 你看 這個立即 出發心 天意很妙 為什麼 雙方 這殘疾 在 這個 領帶 這代表用心 用這個心 來試殘疾 因為領帶掛在胸口是心嘛 頭腦歸頭腦 腳歸腳 切起來 三個 中幾個 是人嘛 所以 若是 以 紅色的領帶 為主軸的時候 為外掛 就是 火水未激 火水未激 它的 都是火 火 火 就能夠 和六六等號 為平 平等的對待 那麼接下來 如果是以 藍色的領帶 藍色的領帶 來立即 好 那麼這個 水 火激激 這無火 海水 沒有 海水指水 又是等號 所以形成了 三角形 三角形的狀態 等於到三角形的狀態 那麼六六 視為天 這不是人 這為地 這為地 這就等於《易經》所開示的 一畫開千 再畫屁地 所以天 一畫開千 六六 再畫屁地 人力其中 萬法生成 這邊是假 這邊是乙 所以形成一個 三角 等腰三角形 人力其中 這心 天心 好 萬法生成 這天 地 人 山財 就是利極 物極 大家要找一個叫平衡點 找到這個中心點 就立即 所以兩岸 夾和疑 要求未來 一定要遵天 遵天 遵天 才有叫做九澳共識 這個問題出來 所以大家只知道去爭九澳共識 九澳共識 那你不知天意怎麼 天意的立即 你光講九澳共識 還是沒有結論 還不是我們人類天神 大家所共同需要的 這邊 這邊疑有十三益 這二點三千 那整個的合起來 就在上面 這個是天 都是天的子民 這是三族 三族 三族 元皇室三族 所留下來的三族兒女 本是一家親嘛 所以天下一家親啊 那 如果是假以宜 要找到永恆的 這一點的真空 十相的時候 真空十相 那你就要平等對待 平等對待 平等對待 而且到這裡就平心 相待 到最後天心 天 這本著天心 的慈悲 形成三角形的一個法則 那就是中華文化道童 益經 的法則 益道之天機 才能夠達到 永和平 才能達到 天下太平 才能做到 天下一家親 所以天下一家親 就要從 六六 誰與誰 來相互對待 平等對待之後 無論你在哪裡 任何一個時刻 共同一個利極 就是天心 就是天心與人心 十道天心 物極啊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研究易經 了解易經 了解人世 都時時刻刻 視線在世間 給我們作為教材 但是各位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兩個 六六 六十六年 甲乙的方向 後面的背景是什麽 這是黃色的背景 黃色是五黃 三族啊 五黃啊 五黃 背後五黃 五黃 就五黃 五黃 這三族 三族的文化 是我們共同努力 尋找一個中道利極的方向啊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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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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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s 五黃 五黃 大典總會的天命 要為兩岸的和平 為世界的和平 所以必須要一直舉辦的 中華民族聯合祭祖大典 招請三祖兒女 各位你們堂上祖先列祖列宗祖先祖靈 一起光將 來去祭祖大典會場 在祭祖之前呢 我們在十月十八日到十月十七日 總共三十天 在禪祭山仙國寺總本山前羅禪堂 升堂三十天的謝天雲 祭安消待大法會 若是各位同學們你們有時間 就回來當義工 帶著你們的祖靈 遠親債祭祖等回來 再談成聽經文法 受那法院的供養 所以今年的法會 上午 上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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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入我們 進入我們列祖列宗的心中 然後列祖列宗的心中 有了這個智慧之後 然後再加持 各位你們的祖祖列宗的心中 共同開啟廟智慧 這集是立集啊 立集 在各位今年的祭祖大典 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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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同修 帶著你們的親友 帶著你們的 知會會友 大家來到 林口大體育館接法 然後也帶著我們的祖靈 一起到 林口大體育館接法 這集是立集 立集有天心的立集 人心 道心 佛心 聖心 悟心的立集 最重要就是 我們的佛心的立集啊 各位同修 各位實王善之士 王產老祖 倒架此行 轉做法輪 一般人把它看為 一般的宮廟拜拜 若是你誤了 你就會發現 這是我們明心 見性的大道場 唯心聖教 是每個人自我成就的大道場 也是我們列祖列宗 共同成就的大道場 唯心淨土世界啊 所以我們 我們在任何一個時間 都上天會 啟示各種的姻緣 給我們以物引物 然後才能進入 我們的天心 而立集 所以我們 天下一家親 2016的1月1日 天下一家親的聯合祭祖 大典的真實意 這一化開天 再化辟地 人力其中 萬法生成 萬法生成 萬法生成一切智慧 所以 這個就是天意 在當下 視線 由三組而離 兩岸的最高領導人 面對面的 平等 六 六 就水 和水 六六的比合 都以水 以水 水 就是自成 以自成 之心 來交往 這水 我們要化為連海 連池海 不是化為福海 化為連池海 會佛 會菩薩 這邊也有佛 也有菩薩 這邊也有佛 也有菩薩 大家本是天下一家親 所以兩岸 在這裡 夾 有佛 有菩薩 這邊也有佛 也有菩薩 所以天心 這大道 天心這大道 來立即 普照的 兩岸 夾 雙方的 所有的 一切眾生 所有一切的 天人 法界 相互印心 相互印心 絕名 這日月同輝 所以上天啟示這一次 十一月七號 兩岸最高領導人 代表兩岸的 十四億三組兒女 地球上總共合起來 將近有十六億的三組兒女 心連心所牽手 愛與愛的相揮硬 而不是要用玩弄口手 來欺騙對方 這樣就不是真正的天心 這樣道就沒有了 所以如何達到這一點能夠兩岸的平等 兩岸的平等 這個假於兩岸的平等 心所相連 有來有往 只有天下一家親的觀念 體認到天下一家親 所以王山老祖開示 立即 就是每個人 時時刻刻的 因緣的 所生的 善行 善念 然後得到善的國 所以 兩岸的 三組兒女的事情 由我們自己 要來自悟 要自己來自修 不是我要拿外面 去找外面 第三世界的 來擾亂你 第三世界來了就不平等 第三國度來了就不平等 所以 所以 要很誠心的 本作 一化開天 再化辟地 人力其中萬化生成 這是天基密 這即是立即 即是天道啊 即是天道啊 各位微信 顯示同修 既然天 地 都有立即 人事也有立即 法界也有立即 萬生萬物都有立即 出發心 它的天命和本命 當然 人也是天地之間 萬物之一 人為尊 所以人的靈性 一旦投胎轉世 起心動念 要到世界上來之後 就已經立即了 所以 立即 我們的命卦 立即 我們來到世界要幹什麼 過有天命啊 過有天吉 所以這一節我們講到 八八六十四卦 我們的命卦的真禪 講到著風大過的卦 著風大過的命卦 那立即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能量的總根源 你如何才能找到你能量總根源呢 你 凡是有著風大過命卦的人 不管你當下的好命 歹命 什麼樣的命 你都能夠堅持修自己的命卦 以這個來喚醒自己的決心的時候 你的命就由我自己修 運由我自己去行 所以命卦 著風大過天師王陈老祖開示了 我們再來看這個 著風天師默默醒 著風天師王陈老祖開示了 你就依照這樣信念 因為著風大過你有財無負 多憂愁 多勞 多勞 那戰神的就撇開 除了你平常你要知道自己的病以外 一定要趕快去開花 一定要趕快去開花你自己的本來根源 所以著風大過的人 你每天 指 五 毛 油 夠練 三十六遍 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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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思想不是用投降 而是用心來開花花露出來 你自己潛能的大智慧啊 所以若是我們有著風大過的命掛的人 你一定要練自己的真言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己 真正的自己就是你的命掛的真言的一條路 所以著風大過的命掛呢 著風天師默默行 暢行法界無人潤 只言高山不諸深 萬法亨通如來正 著風大過的神 你點點做就好了 自己慢慢想自己默默地去做 腳踏實地去做 不要講了漫天的道理 空疏猛凶 幻想 這都著風大過的命掛的人 很容易患上的煩惱 所以你就要自我覺醒 自我警惕 著風天師默默行 就是你在天上界 在法界 你的本來就是默默地行 來到世間上要默默行 結果我們來到世間 不是默默行 空疏猛凶 不該想的拼命想 想了沒有一件做得通 做就很危險了啦 這個 暢行法界無人認 我們默默地做 你雲流四海 沒有人認識你 也沒有人來肯定你 不要為了肯定你認識 那你就違背了自己的良心 違背自己的天心和道心 這樣就錯了啦 所以我們暢行法界無人認 只言 為什麼這樣沒有人認你 只言高山不知身啊 人在湖中不知福啊 這常常我們講的 這個即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默默地修默默地做 該做的做到問心無愧 對 你這一生你就不會白走 就不要貪 就是有財無複 不要貪 但是最後很好的 為什麼 你必須要依照修行 依照真言來修行 自己的真言來修行的時候 你就能改變你的一生的命運 然後回歸到未來的 為心淨土世界 與極弱世界淨土相揮映 所以 萬法 萬法 亨通 如來淨 你只要依止這個法則 默默地行 萬法 所以老祖 開師 我請我老祖師尊 你是怎麼會這麼回歸 回歸 他說 我是萬法回歸 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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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經 ec咎 無聊ная 無聊14 所以默默地去做 神經 上天 神經 去。。能 給你加分的了 尤其你會 開花出你自己根本身 你送給他最好的禮物 就是這一個每個人命掛的尊聯 叫他好好修 好好修 那等到人生百歲之後 你直接啪 我把它頓入 我要成就自己 我已經回歸自己的維新淨土世界 自己自創是一塊淨土的世界了 雖然人來世界上你帶不走的是名與利 帶不走 名與利是我們人與人序言的橋樑 但是你再怎麼做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尊嚴 這個咒語 咒是你的咒語 神禮咒語 你一定要自己去念自己的咒語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同修十方善之士文 人生的命運由自己去創造未來 未來不是說今天以後到百歲 而是未來千秋萬事 以天地合其一 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命掛殘疾 真言祝各位